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牧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4号星期六 亚太时间是11月5号星期天 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式上 他的遗孀成红主动拥抱了一个人 并且还主动向这个人介绍了自己的女儿 叫盈盈 这个人和老伴是参加李克强的葬礼 应该说很不容易 通过他们的介绍 可以看出当天北京的那个紧张状况 另外台湾的选战越来越激烈了 如何选择 其实只要看两点就可以做出决定 另外今天我还要介绍战场上出现的新维度 也要介绍一款国军单兵作战的新武器 讲这些内容之前还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也是推荐一下美国排名第三的Cloud隐形袜 昨天一位美国的朋友就给我留言说 买了我推荐的Cloud隐形袜 买我送二这个活动 他反馈说品质还可以 向我表示一份感谢 其实我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反馈 我想这位朋友说的品质应该是包括 不容易脱落这一点 穿过隐形袜的朋友应该都清楚 这个穿搭起来隐形袜是很容易穿搭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隐形袜很多同类产品 它都有一个让人苦恼的地方 就是容易自动脱落滑到脚底 Cloud隐形袜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点 它顶部有横向的弧度设计 脚后跟又加了无毒硅胶防滑条 然后四周又包上了不勒脚的弹力袋 这三点就保证了Cloud隐形袜 不会滑落到脚底 另外经过争取 厂家有给我们延长了买五送二活动 实际上是买五送给您是七双袜子 这是独一无二的活动 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还需要抓紧 目前我们还有十足 卖完了就没了 下一批什么时候有 这个活动还有没有 这些都不清楚 网址就在视频下方 请大家抓紧吧 那下面就开始他们今天的话题 今天已经是李克强遗体火花的第三天了 但是当局的这个控制可是丝毫没有放松 仍然很严 有当地的学生今天去了合肥红杏路80号准备去献花 但是没有成功 为什么被便衣警察给阻止了 由此就可以想见 现在的合肥还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北京呢 火化李克强遗体的当天 北京城会是什么样呢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 曾经前往八宝山参加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式 从他们的讲述情况来看 北京当时的那个控制是非常严厉 而且从讲述的内容来看 前往会场悼念李克强的人应该是很多的 从本章内容来看 讲述的这个老先生呢 可能是名叫唐巡 是一位北大校友 当天早上七点接到北大校友的电话 九点冲去万寿路的宾馆拿车证和复告 然后开车准备去八宝山公墓参加李克强的告别式 这夫妻俩七点半就开车出发了 导航显示全程有16公里 可是耗时需要34分钟 但是呢 他们刚过这个长安街北京站口车就不动了 因为交通管制 东单路口东西向的红绿灯一直红灯 只好左拐走前门东西大街 又因为车子太多在这条街上是走走停停 结果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才到崔维路南口 这个时候 接到临时通知 车子也去不了八宝山了 只能是乘地铁去 可是这个位置距离地铁最近的也有两公里多 这老夫妻俩也没办法 只好把车子就放在了路边 想搭乘出租车去地铁站 可是出租车全都不停 附近又没有单车可用 等来懂去 终于有一辆四达车愿意带他们一程 可是只走了一公里多一点 又遇到了交通管制 夫妻俩没办法只好下了车 步行前往地铁站 终于在万寿路的地铁站上了地铁了 可是又只走了两站 就听广播通知说八宝山那站不停 没办法 夫妻俩从玉泉路站出来了 扫了两辆小黄车 骑着单车去了八宝山 从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 北京城当天的交通管制 地面交通几乎是瘫痪了 试想一下 如果北京当天没有实行交通管制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应该人流会更多 这对夫妻进了八宝山公墓院里边 发现当时那个队伍已经排了几百米长了 队伍当中恰好有一位他们认识的 老朋友就是元团中央秘书长 后来任陕西和山西两省省委书记的 元纯青 于是就跟元纯青去说话 三个人是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这样就成功的加了个三 也幸亏是加了个三 当他们签到之后 后面就不让签了 当他们行过鞠躬礼之后 后面的人也不再让鞠躬了 这对夫妻俩行礼之后就走向了 李克强的遗孀 陈宏并且跟陈宏握手 陈宏握手之后又主动的拥抱了唐荀 并且轻声说我很想你 唐荀也轻声说我也很想你 还想你的妈妈 陈宏说过些时候联系 然后就指着身体的右侧 说这是盈盈 指的就是李克强的女儿了 那从这里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出唐荀夫妻 跟陈宏应该是很熟识的 因此他主动的握手之后 又拥抱唐荀 并且还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 大家都清楚 中共领导人的女儿 李克强的女儿 非常的隐秘 之前外界从来不知道 他女儿的任何信息 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 是第一次知道 李克强的女儿叫盈盈 另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虽然唐荀和陈宏一家很熟 但是呢 却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因为没有见过盈盈嘛 这就是中共官员的悲哀 官位做的越高 他越没有自由 跟朋友叙旧都得受限制 李克强是曾经的中共第二号人物 那当局却控制人们对他的悼念 限制人们参加他的葬礼 甚至李克强的这个李氏仍然是不明不白 有传闻他是被人害死的 这就是中共拳斗的一个真实写照 也折射出了极权体制的仓库 这下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 是不是看明白了 明年的1月13号 台湾就要进行总统大选了 郭台铭 侯友仪 柯文哲和赖清德 这四位当中究竟哪一位动算 是台湾民众守护台湾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它事关着台湾的未来 我们知道为了登上总统的大位 郭台铭在国民党内初选落败之后 就宣布了独立参选 赖佩侠宣布放弃了美国国籍 那目前郭台铭和赖佩侠 已经是拿到了百万连署书 递交了选委会 但是中共对鸿海子公司傅士康 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务稽查 目的就是要逼退郭台铭 让他做国民党的金主 为了得到总统的位置 国民党主动要与民众党联合参选 侯友宜甚至主动的表示 愿意当柯文哲的副手 说起来这都是个笑话 我们知道国民党是百年大党 而民众党是一个新创党派 可是国民党竟然主动的要表示 愿意给民众党当副手 不过尽管如此 这个蓝白河仍然是不那么顺利 今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几乎对 柯文哲是表达了不满 表示满心乐观期待 却最终被浇了一桶冷水 直言民众党负责的跟他谈的 答应的和改变的都是柯文哲 他同时再次喊话 只要能够团结 就赶快整合 言外之一是 只要能蓝白合体 就赶快的商量 赶快的合 不过朱立伦的这些说法 却遭到了民众党的回击 发言人朱宝珍表示 面对百年大党 成立他四年的小党 已经退让很多了 还想民众党怎么做 另外民众党组织部主任宋云飞 则是猛酸 说某候选人提名靠主席 演讲靠保姆 站台靠韩总 民调靠让分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我们看国民党与民众党 这两方的反应 似乎都对对方 有着一定的不满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成功实现了政党轮替的话 谁不想多得到一些权利 谁不想多谋求一些好处 不过如果蓝白不能合体的话 这样一直僵持到大选日 就是四方参选的话 那么以目前的民调情况来看 郭科侯这三方 恐怕是很难单独撼动赖清德 大家知道我身边台湾朋友比较多 也有一些身在台湾跟我素未某面 但是却在网络上经常跟我保持联系的朋友 他们当中有几个人 就在网络上问我 说如果我是台湾选民 在这四方或者是三方当中 最终会选谁 首先我不是选民 因为我不是台湾人 如果我是选民的话 其实做选择对我来说并不难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颜色 处在第三方的一个位置才这么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其实如果真让我来选 我为什么说简单 因为我只看两点 第一 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党派 他究竟是为了台湾好 为了台湾民众好 还是为了他和他所在的党派在谋福祉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这四方的竞选说法来看 四个人都在声称是为了台湾好 为了2300万的台湾民众好 谁是真好 谁是假好呢 我一直在强调不要看他们这些人怎么说 要看他们过去的做法 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 叫三岁看大七孙开老吗 他们以往的那些做法 很可能就代表着他们将来的做法 很可能会延续过去的做法 所以呢 需要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 如果我们是不自带颜色 我相信非常聪明的台湾人 一定能看得到 他们谁是真的为台湾好 谁是假的 第二 这个人或者是一个党派 他对中共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地方 反共和亲共一字之差 可是天壤之别 反共可以使台湾民众享受自由民主 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过着复述满足的生活 亲共会把中共引进台湾 蚕食精吞之后进行统治 人们会失去自由 民主想都别想 会像奴隶一样的在中共的统治下苟活 中国人什么样 现在的香港人是什么样 如果台湾被中共统治 那么台湾人就跟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民众和香港的民众差不多了 甚至比他们还要惨 当年中国人就是看走了眼了 听信了中共骗人的鬼话 于是跟着中共一起折腾 所谓的闹革命 把当年的国民党赶走之后 中共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疯狂的屠杀中国人 如今的中国人不是被迫逃往国外 就是被中共逼的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以求生存 昨天在广州白云区就有这么一档事 中共的一些城管人员和戴红袖章的人 就围住了一个开电动三轮车卖货的小商贩 干什么呢 这些人要把商贩的摊位给收走 收缴他的这个摊位 摊主在无奈之下 一气就拿起了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用死来进行抗争 我注意到啊 有台湾人呢 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清楚是谁说的 什么意思呢 说这次台湾的大选 就是台湾和中共的选举 这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 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起来 你就会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呢 我是希望台湾的朋友们啊 千万别看走眼 千万别抖眼 这不仅事关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也事关着您和所有台湾人的子孙后代 我真的不希望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句话 会从台湾人的口中喊出来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呢 很担心 说那中共打过来怎么办呢 这位朋友呢 提到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近期的一个说法 张又霞是在10月30号的 北京香山论坛上表示说 台湾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共绝不答应 任何人把台湾分裂出去 这个说法是出自张又霞之口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在前面几个周六的节目当中呢 已经说过了 中共是拿这个事儿在说事儿 一方面是给台湾的某党某人在助选 另一方面呢 这是用 拿这个来鼓动国人的爱国热情 转移人们的视线 大家想一个问题 中共领导层现在还相信 中共的军队可以成功的夺台吗 首先 中共撤掉了国防部长李尚福 撤换了火箭军的高级将领 这些都非常明显的在反映着习近平对军队作战能力是缺乏信心的 这个方面 我这里呢 就不再重复了 以往的节目当中啊 谈过很多 咱们不啰嗦 其次呢 就是曾经号称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场上处处挨打 这个现象又迫使中共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 俄罗斯可是入侵陆地作战 中共呢 如果想入侵台湾的话 就必须跨海作战 谁都清楚 跨海作战的难度比陆地作战难度大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另外大家再想一个问题 俄罗斯入侵布克兰 为什么遭受惨重的损失呢 关键原因呢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 非对称作战 这个战术运用的非常好 所以呢 才在这场军事不对等的入侵战争当中 坚持了一年多 并且是一步步的在收复失去的土地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 在军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一个弱小的国家 怎么样才能对抗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呢 这个问题如果弄明白了 那么两岸的如果发生冲实突兀的话 也就不难解决了 其实大家看看乌克兰的表现 已经给出了一个满意的回答了 在去年的乌克兰战场上 乌克兰军队凭借着单兵装备和自杀式无人机 有效的阻止了俄军的持续入侵 到了今年 乌军又凭借着自杀式的无人艇 多次重创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很明显 乌克兰军队的这些非对称战术 为乌克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也让北约看到了彻底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 非对称作战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增加了新的战场维度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传统战争 按照这个逻辑 是把战场分为海 陆 空 天 电 这么五个维度 但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它却有着大量细分的新维度 比如无人机 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 这是一个新的维度 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攻防 这又是一个新维度 还有就连地雷和扫雷 都展现出了新的作战维度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乌克兰军队凭借着无人机 无人艇 已经给了俄军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就拿无人艇来说吧 乌克兰军队历任无人艇的这个隐秘航行 成功地在俄军的港口 重创了黑海舰队的大型登陆舰 乌军的无人艇只有1000公斤的重量 它却可以装载着300-450公斤的有效载荷 航程达到80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这款无人艇还可以通过卫星进行人工操作 而它的单价却很便宜 只有25万美元 而遭到袭击的那个俄军登陆舰满载排水量高达4000吨 还拥有强大的近海兵力投送能力 这个造价跟那个无人艇两下是没有比的 相对来说 拦截水面和水下的无人艇航器 要难于空中的无人机 因为大家都清楚 海上的环境比陆地那可复杂的多了 海浪对无线电波 多路径有反射 海水对红外辐射有抑制 以及海物对可见光信号有屏蔽等等 这都使得突防目标增加了有利条件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 现在的这个俄乌战场上 双方都在大量的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 我们从战场的情况来看 无人机已经是完全区别于传统的低空或者是超低空作战维度了 俄乌战场上这个全新的变化 已经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单兵作战威力巨大 可以说单兵作战式的这个武器 几乎是改变了整个战场上的一个发展走向 所以现在的各个国家都更加重视开发运用单兵作战武器 尤其是台湾 有一款自己研制生产的新式单兵作战武器 完全可以媲美国文明侠耳的美国标枪 我们都知道 在俄乌战场上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俄军的坦克被远远飞来的一枚导弹击中并炸毁了 炸毁俄军坦克的很多时候就是美国生产的这个标枪导弹 而发射标枪的常常只有一名乌军士兵 美国的标枪导弹可以击穿750厘米的军制装甲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坦克装甲都难以抵挡标枪的致命一击 这种强大的威力 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反装甲导弹之一 不过这个标枪威力大 咱们不否认 可是它有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分量有些重 标枪的重量有22.3公斤 这是它的这个单个武器 如果加上导弹的重量那就更重了 这对单兵作战来说 虽然也可以一个人操作 但是总觉得它不是那么轻松自如 而台湾这款自己研制生产的 尖扛式反装甲导弹 红损就改变了分量太重的这个缺点了 红损的重量有多少呢 大约只有5公斤左右 还不到标枪的四分之一的重量 这个重量对于一个人来说 操作起来那就容易得很多了 红损最早露面 是在2009年的台北航太站 当时红损只有1.6公斤重 射程超过300米 可以贯穿300厘米亚压式军制装甲以上的穿甲能力 这时的红损为力其实已经都不算小了 可是国军还是不太满意 于是中科院对红损又进行了重新设计 包括发射管 2010年也就是第二年 红损是再次出现在航太站上 这个时候的红损重量是控制在了5公斤左右 发射筒长110厘米 口径是67厘米 有效射程在400米以上 一发红损就可以击穿400厘米的亚压军制装甲 在极端的环境下也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2010年版本的这个红损 还加装了拆卸式的简易瞄准镜 同时为了夜间方便操作 也加装了夜视镜 这样的话 无论白天黑夜士兵都可以发射红损 又因为它的分量很轻 所以任何一个士兵都是可以轻易操作的 然而又发展到了2013年 红损第三次出现在了航太 这次红损是增加了一种全新的导弹 被中国院称为是弓箭弹头 它的全弹最大射程超过1200米 有效射程在150米以上 可以轻松的贯穿30厘米厚的砖墙 或者是20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表面破坏直径高达70到90厘米 这样的巨大威力完全可以跟这个标枪相媲美了 应该说两者是各有所长了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红损可是后期之袖 而从目前红损的表现来看 应该说已经完全够台湾自己使用了 去年的9月国军陆军司令部耗资4亿台币 委托中科院量产5000枚红损进程反装甲火箭弹 今年8月又采购了5962枚 以此来加强陆军的防卫能力 此外国军其他军种也开始大量的采购红损 这就足以说明国军对这个红损是完全满意的 另外以台湾现在的科技水平和发展速度来看 未来几年很可能还会研究出新一代的红损 或者是其他更强大的单兵作战反装甲武器 其实也不光是红损了 我们都知道对于决胜千里之外的中长程的导弹 台湾发展的也是非常的快 台湾也有自己研制装备的天工和云峰系列 台湾的天工系列已经量产了 其中增程型天工三型的拦截目标高度达到70公里 据台湾的国防部数据 国军将在2026年前在全台新设12处天工三型导弹基地 另外还有高空巡航导弹云峰 它的飞行距离可以直达北京 假如说一旦中共大规模武力入侵台湾 那谁知道云峰会不会直奔中南海来一个勤贼先勤王呢 自身强大的军事军力 如果再有强大的抗击中共的决心 中共军队是不可能讨得便宜的 更何况还有美国日本等军事大国的军事协防 中共军队不可能取胜 而一旦中共军队落败的话 那对习近平当局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梦魇了 不仅会动摇习近平紧抓不放的权力 也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统治 这种利弊非常明显的情况下 习近平当局会不会思量呢 还会执意的入侵台湾吗 如果非常执意强攻台湾的话 那也只能说是天意使然 什么天意啊 就是天灭中共的这个天意 现在就是天灭中共的时候 中共想死得快一点 当然他得拼命折腾 加速死亡 然后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订阅 并且加按小铃铛 同时呢 如果您想支持我的话 视频下方也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一些资助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把声音传得更远更广 让更多的人听到真相 另外大家还可以订阅一下 我的会员节目 也可以到干净世界来关注我的频道 最后呢 我还是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网站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 产品质量不仅有保证 而且价格是全网最低的 网址呢 就在视频下方 大家输入折扣码 XWKD 你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而且呢 全网购买70美元商品的话 那么美国境内和台湾境内 是可以为您免费包邮的 好了 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